地產科技最美麗的女執行長 嗨 大家好 我是歐瑪 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 我們地產科技最美麗的女執行長 Joanna 謝謝 謝謝歐瑪 我知道你是從外商不動產 然後跳到就是科技地產這一塊 那當初是為什麼有這樣的一個契機跟想法 這個 嗯 相信就是歐瑪還有我們的好朋友這邊 其實我們都在地產界這邊 所以當時的一些起心動力 也真的就是當時我們投資了 幫投資人投資很多的海外房地產 然後還有做國內房地產的投資 投資完之後呢 就是面臨到很多管房的問題 對 因為當時房東不想處理的事情 都是Joanna在處理 哦 所以也是你去整理了這些房東所有的疑難查證 然後希望有一條系統 可以好好的幫你歸納跟整理 對 就是很希望說 Joanna當時就是整個起心動力的最需要就是說 因為你知道做agency啊 其實尤其在外商 大家都會極盡可能的 把時間呢用在買賣上面 因為買賣的commission高很多嘛 對 然後租房的commission 以仲介的立場來講的話 其實是蠻薄的 對 租房的利潤其實是很薄 所以那時 但是呢 因為你幫投資人 或是房東投資了房產之後 你就說我都不管 你就不用再做下一單生意了 對 所以當時一直會有這個balance 希望說我可以做好投後管理 幫這些投資人做好投後管理 但同時又可以有大部分的時間 繼續去做投資買賣 所以就希望說我們就讓投後管理這件事情 變成系統吧 讓它自動化去執行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我有點好奇就是說 因為現在其實台灣啦 目前其實包租代管這件事情是非常的熱門 那有一些稍微比較有規模的 就是包租代管的業者 他們也有自己的一套管理系統 那像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會不會有一點就是 每一家就是各自圍身 自己有自己的系統 那要怎麼樣讓你們系統 跟他們做一個配合 那怎麼接近他們的部分 這個其實我們當時就是也有發 就是應該說我們當時在規劃 跟整個在BCC企劃的時候 其實就思考到這個層面 所以其實大部分現在就是在 國際的軟體界當中 大部分都是走訂閱制 可以用年費或是用月費的方式 可以讓大家可以根據 即使是中小型的新創企業 你都可以以量置價 就是說用你 基於你現在的一個所管的管房的數量 然後去付差不多是 affordable的費用 像這樣的一個形式 那所以說我們其實一開始主打的 會是所謂的中小型企業 甚至是新創企業 那正好我們發現這件事情 在台灣的話 包租代管也正好是這個moment 因為大家都才剛崛起 或是新興的產業 那正好是在這個patent上面 那當然我們其實市場上 還有另外一個族群 就是可能類似像建設公司 或是公司比較大家的 物業管理公司 也是歷史上悠久 他們可能動輒也管了幾千戶 或幾萬戶 或者員工可能有三四百人 那像這樣的話呢 可能就是我們的企業 就是它確實是需要 比較客製化的模式 所以我們是有兩套模式 那像你們目前在推廣這個 就是至少你們最核心的服務上面 有沒有遇到什麼樣子的困難 其實像困難的話 有喔 我覺得我可以舉個例來講 就是說 像我們過往會發現 大概從我們市場公司 成立是2018年 2018年成立 然後我們正是 所謂soft lunch 就是所謂的soft lunch 就是測試版的話 算是在去年年初吧 2020年的最初 然後正式版本 在2020年的六七月的時候 那上線之後呢 就是大家真的開始使用的時候 然後會發現 其實還會有遇到更多的議題 例如說 那是小議題 就說我的帳單想要取消 然後會說 就是帳戶上面 可不可以這樣可以調整一下 然後讓它批次 批次續約類像這樣 那這些議題都會是 我覺得我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是說 跟客戶其實是一直一起成長的感受 然後說 我覺得你這可以再調整一下 怎麼大更好用 那這個問題 可能不只是一家業者 然後可能其他家業者 也同樣這樣的一個需求的話 那我們就說 可以啊 那我們就把它就是調整一下 那這樣 所以其實是 跟我們一起 就是使用我們的客戶 都會有個感受 就是說其實是一直 一起在成長的那種感覺 那這個是 你可以說它是一個困難 就是說 因為你會發現 客戶覺得還不夠好用 但換一個面向想的話 其實是 他覺得不好用 那就表示是還可以有更 更進步的方向 對 那這個的話其實就是 我覺得是我們軟體公司 尤其是這種所謂的 訂閱制平台的話 最大的優租是 我們可以隨時 一直去調整 跟upgrade它 那當然另外一個議題的話 其實 房東們 就是我們目前合作客戶 他們其實 大概是一種 因為我們軟體公司 對於所謂的資料 所謂的隱私性個人資料保存 這些是我們的責任跟義務 對 那這個東西 對客戶來講也是一樣的 那他們今天如果放在本地 server 他們也是會擔心說 會不會被投走或什麼的 那但是說放在雲段的話 然後放在亞馬遜的話 他們反而其實是會比較放心 對 那最後一個部分就是什麼呢 我們比較像什麼呢 我們很像廚師啦 幫他們去原料都是客戶自己的 對 包住在管頁 他們自己的 不管是你要買青菜 青菜或是牛肉羊肉 都是自己的 但我們是那個廚師 幫你把這道菜炒出來 所以你可以直接看出你的數據分析 數據報告 然後可以看到 即時性的看到你的出租率 出租率 那你隨時會變動 然後也可以預測 接下來30天內 我有多少的族約即將要到期 那我們把它做成視覺化的呈現 那這個過往可能在excel上面 你很難去體現它 可以很快去分析 你必須 我目前有客戶他們大概 三五百個合約吧 至少三五百份合約 一間公司 那他們就會遇到過 你其實他們在管這些物件的時候 的excel表至少超過十個 對至少 因為他們要拿管這個帳的 然後管那個物件的 至少超過十個 所以對他來講 他們自己要去集合的時候 也不是那麼容易 最常出現的差錯是 就是物件數跟它的稅費 或一些相關的費用 然後跟合約上有時候對不起來 然後最後的一些 就算只差幾十塊幾百塊 對他們來講都是 財務部都是很大的負擔 那如果透過系統化的話 這個部分它會完全的 帳戶就會發動你的合約 合約归屬在物件下 所以以後累積下來兩三年的時候 你會看到自己 單一物件 他力王的合約的租金曲線 他可以用一目瞭然的 看到這個狀況 所以對他來講 我們就很像他的廚師 然後幫你炒好這道菜 他隨時回到家看報表 然後吃在桌上的飯菜 那你說這個 就是這個idea 它是完全是你們自己開發出來 還是過去有沒有什麼 海外的平台 然後是覺得是你們一個很好的點放 對 對我們其實自己內心有一些Benchmark 對有一些Benchmark 那這舉例來講是 因為之前工作外商工作的時候 是負責比較多歐美市場 所以還有紐澳商 正好那時候 每一年投資風向還有 各股的政經環境不一樣 所以會負責不同週別的房地產 然後所以當時有個共同是 有一年專門負責紐澳 然後還有一年負責英國 就是英國倫敦 然後還有負責北美的 就是北美里西亞 或是加拿大 然後還有負責日本的 對然後後來就發現一件事情說 欸 因為我幫投資 投資越多 就是自己loading越重 就是 欸從此之後你知道 你知道 我們要跟海外的 對 就loading越重你知道什麼 就是什麼呢 就是 例如說我那個紐西安澳洲 他們時序比我們早 所以他原則上 他們就是我們大概 五點然後七點之後 就叮叮叮叮叮叮 就開始傳訊息了 然後呢 然後再來日本又比我們早一個小時 嗯 所以上班之後就開始先出去日本 然後出去台灣之後 接下來就是倫敦 那邊四五點就開始上班 嗯 然後再來呢 你可以處理到那個 北美的時候呢 就是晚上的十點 然後還有 就是美東的話 就是晚上十二點 嗯 所以之後後來發現 欸投資越來越多 海外房地產之後 就突然發現自己人生 變二十四小時 到地球轉 然後都沒有休息 真的欸 我朋友他們在北美這邊做Agent 開Agency嘛 就發現喔 原來他們有這麼好的系統 喔 這是不是我夢寐以求系統嗎 嗯 然後就發現喔 原來是這樣喔 原來你們的人生如此輕鬆啊 然後最早呢 其實是想要 帶你國外的系統來台灣 對最早就覺得 最早 真的也沒有想要就是 就是創業 就也沒曾想過啦 沒曾想過 然後就想說 欸那我就帶你 海外的系統 回來台灣 就好了 但是那時候遇到一個瓶頸了 就是因為你跟 跟國外的系統 稍微洽談的時候 就說啊 那你的business plan是什麼呀 那你這個市場有多大啊 然後他們一聽喔 兩千萬喔 喔 聽起來是跟我這個北美市場 是差 落差是蠻大的 好 你們用什麼瓶是什麼東西 我說 0.3025 我們系統不是這樣算 我們是square meter 跟square feet 然後說 喔那這樣 我說可不可以改一下呢 然後他就說 那可是你這兩千萬市場 就是他們就會很猶豫 到底要投多少的資源 來做你這個市場 那他也不知道說 你這個市場 具有成長力有多少 因為他們對這個市場 亞洲市場沒那麼熟悉 對 所以就當時有遇到這個瓶頸 對 真的耶 光那個單位 就是很不一樣 它是很底層的喔 因為它是很底層 賺錢 賺錢的那個所有的底層都在那邊 然後包含我們現在 福克三伙 從去年開始 我們電費 要分6.5度 6.5塊1度 跟5塊錢 然後對他來講說 喔 就怎麼會有這麼夏季電費 冬季電費 就對他來講是 整套國際性的系統 它要改這個的話 其實它蠻客製化的 對 那所以就也是 當時有遇到這個瓶頸 所以就想說 既然台灣聽說軟硬體 人力就是 人才非常優秀 那我們就自己做吧 我們試試看自己來做吧 對 大家想講 對 今天我們非常謝謝 我們最美麗的執行長 Joanna 那想要爽爽的 在家常著暑前的房東 記得一定要來找 金箍棒智慧物業喔 那今天就到這邊了 謝謝大家 謝謝 感謝我們 謝謝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場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arlish的資訊 以時間分享給你喔